在战线上你会看到这样 另外,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俄罗斯的军队 他们的组合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民族之间是不平均的 大家知道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它比中国的少数民族更多 非常多不同地区组成俄罗斯联邦 在不同地区都建立一些志愿营 部署去到乌克兰地区 他们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了一些志愿营 现在他们在不同地区组成这些志愿营 有很多不同年纪的男士去重军 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图 我们都准备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他们的组建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27号多了马里共和国 27号即是昨天 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吗 在这个位置 很小而已 在这个位置 另外24号 就是这个地方 Voloda 这是一个州 然后21号就是Mermas 我们之前也有提到的 多拉半岛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莫斯科那边的人口 应该在这边 看到没有 这边 一近芬兰这边 这边 就比较是俄罗斯 我们常见他们那种 有凤特加酒 生活好些 那些地区 这边 聖比德堡 莫斯科这边 这些是比较东方的民族 他们的面色 越向这边 越是黄 这边 越是白 不是面色 是富士 所以 你会观察到 现在他们的精兵 其实都很多 是比较是亚洲裔 一些 他们现在的当地 就是他们去 叫人们入来 就是用钱 现在听说 很厉害 去到每个单兵的单价 一个月出手 已经去到30万劳部 30万劳部 就是5000元美金 5000元美金 如果打仗 就拿到500万劳部 即是拿到8万4千元美金 我想 8万4千元美金 也做到很多 如果你的儿子够坏 你派出去 这个坏仔阵亡 就为你家族带来荣耀 有没有坏仔 就推出去死 是吧 平时好吃冷飞 踢他出去做命 这样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空险 现在的问题 来自于很多地区的男星 都知道什么事 总之你现在是富贵检充球 如果你想拿闲钱 或者你都失业 那你就试试当兵 有些招募电话 他们很有趣 他们会打给你 打给你 你没有服兵役 你快点回兵役 过来 傻的就上去了 有些还跟你说 你签了合同 你为什么不是 抛侧了 你真的去又真是搞笑 这些人 总有这些人 这个世界 但现在问题就是 俄罗斯部队里面 其实很多志愿营 根本就不是 我们上面那种 莫斯科人 圣秘得堡 这些城市这边的人 因为那些乡下 多些 变成了他们 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样子 你看到 你都未必立刻认到 他是属于俄罗斯人 你感觉他是否 那些什么 就是东方这边的情况 很多这些人 就已经上了前线去打 但我告诉大家 这种 你不会一个民族 不平等的对待 其实就很危险 尤其是对这些联邦国家 我举个例子 包括在交换战夫的时候 在交换战夫的时候 你当然会首先想 你有这么多战夫 那你先交换什么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对 不好意思 各位 我要听我的电话 好快 喂 喂 我是 哦 哦 是是 你方便打给我姐姐 我立刻给个电话 你可以吗 你又 好 不好意思 对对对 不好意思 因为刚刚做了 谢谢你 拜拜 因为有个很重要的电话 一定要听 来自医生 但我又听不到 要找家人来听 好 那我们继续 那我们说到去 民族问题 如果要交换战夫 那真麻烦 你要想 应该交换什么 老实 如果问乌克兰那边 如果乌克兰那边 你会先交换谁呢 没有一个准则 不过大家都觉得应该先交互马里乌波尔那把战 因为没有人救他们这么英勇 没有人救他们可以在七八十日三个月里 不见天日的作战,照顾平民这么伟大 所以大家的共识都觉得应该先救马里乌波尔那些战斧 你问俄罗斯,个个都活该死的 应该交互谁呢? 老实,你问哈利姆努功 他们会想想哪个对他们最有利的 所以他们首先会交换莫斯科那些 但其实他们是不会的 原因是因为没什么莫斯科兵进了战场 大家明白吗? 那需要什么交换? 没几多个 多数都是外面那些 所以交换都是高加索地区 还有我们说的滨海区,东岸,东区那边多些 那边那些,他们觉得车神这边是直善一点 所以他们首先会交换车神那些战士 交换车神那些战士之后 再看高加索地区有哪些乖的 例如南部塞梯那些又交换一下 如果有乌尔岭以西那些又交换一下 但乌尔岭以东那些就差一差 例如我们说的镇和路 其中一个最高的玻利亚德国 那些人是蒙古洋来的 远东人来的 那些你都不用指望他会交换你出来的 所以很惨的 这些穷香碧药都没理你 好,你以为他惨吗? 我跟你说,有些还更加是惨常惨 劳金斯克人民共和国 和顿聂治克人民共和国 你那些战亩是你不用出来的 他想也没想过你们 因为他知道你这些吃硬米的 战亩,你这么傻猪就想他 所以他不会珍惜你的 水平座的首歌就是 原来你怎样珍惜我 从前都没听说过 当然,他做不做 就是做这些共和国的人 你还要让他做战亩 当然,有些很惨的 有些被迫上去的那些 被迫上去更加不理你 你也不是自愿的 我被迫迫你上去 夹了你的钱 更加不会理你 大家明白吗? 对他来说,他也不是指民 你死了,没人知道 挺惨的,是吧? 所以我们说 这个形式我想说 在俄罗斯是有人报道的 有人报道的 所以我们说到 例如布里亚特的共和国 有两百多三百位军人 已经死弱 其实很有可能 这些是我们不知道的道火线 现在会不会令到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开始出现纷争 分裂 即是他们感受到 有些是不被重视 有些是大势超 会不会令到他们分裂呢? 尤其是来自他们东部的地区 有没有机会呢? 会不会出动到军队镇压呢? 那我们要观察 俄罗斯联邦要分裂 是没那么容易的 始终 你看到这么多年的情况 不过是真的有些令人担心 这些地方 另外我们说到他们的佔领区 都是几样东西出现 佔领区包括 要你换护照 要你拿通行证 他又要你交税 要你在那里用勞保 等等的东西 希望你在那里合作 你在电厂要去做事 你是做护士的你上班 因为你没有当地人合作 你没办法的 始终这个地方都是乌克兰人 你都要回乌克兰人 做回他们做的事 你没可能拿俄罗斯的人过来 其实很大问题就是 俄罗斯打乌克兰 他是想带了这里的人口 拿了乌克兰一个四千多万人口 其实对填补俄罗斯 地港的人气 他们的劳动力不够 加上乌克兰这些年轻的人口 其实对国家很好 但问题是 别人都不跟你做事 你失去了之前想打乌克兰的 那就是用当地的人 现在很惨 当地人经常拒绝合作 你没什么好做 那你在那边看医生 不好意思 你用回俄罗斯医生 俄罗斯医生的问题就是 你不够 那你要去哪里拿 你又去西伯利亚路 你又去殯海区 就是我们说海森威那里拿 你莫斯科也不够自己 很可怜 你现在没有当地人合作 你的管治成本 那真的实在大得太厉害 这些接近是崩溃 你没办法去做 另外 糧食援助 又是他们其中一个 想去贿赂当地的人 人道主义那些 就逼他们一起和他们合作 尤其是在马里乌波尔那边 做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 他们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拿粮食 拿性 那些水 电 那些东西 你要帮他们 包括什么 帮他们做一些牌类 又要拿走那些肥类 清理压力等等 换食物 那你感觉好像囚犯 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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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多人去了不同的点 例如去到梅里托波尔 那些假公投 那些假公投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可以怎样做 当地的人 其实都不太想去理他们的情况 看看他们怎样去捉到那些人去做公投 他们又印了很多小冊子 基本上 看看他们接近如何 而且他们又要逼人说俄罗斯话 哎 好可怜 其实我觉得 他们很多人会说俄罗斯话 会说还是会说 你想不想说 对不对 老实你问我 我够会说普通话 我不喜欢 我又不是说得太差 但我就是不喜欢说 我喜欢说广东话 大家看到我们都是广东话军事频道 你都知道我多喜欢广东话 我第二个就是说英文 英文我都可以 英文的频道我都是想过 有机会试试做英文的军事频道 如果我对广东话已经生厌了 我就做英语的军事频道 说笑 广东话真的很难生厌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战报的情况 接下来 接下来要和大家讲桥 那条桥真的重要 不过先看看大家有什么留言 好 看一看 看一看 呃 怎样 嘩 这个留言我都不知道从何听起 好 哦 这里 说 invite Barry Ma and Bruce Lam to the show 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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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了 我一般喜欢 我喜欢Berry的感觉 林康正都可以的 林康正都可以的 军武武格仔很好 大陆的普通话 国语很好 Crossover 没有格子 实际上太令人期待了 要看看 曹祖那边有什么兴趣 我没所谓 普通话 满洲人说 是 阿龙有推荐和赞赏军武 好像是 阿龙是挺好的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帮助的 co-host Berry Ma and V-sister 他又不是没有才华 不过跟我们的风格又有点不同 B姐我不肯定 我不可以代他代 途总也是有象 途总可以的 好吧 俄佬字队了三架卡52 这个有机会抗下 有本大学用到今年的字典 今年他有用了 我本字典都很残到 反到脱炎 我很喜欢 乌克兰反急 是 翠翠要尘子王 不搞书和文学 致文密报 是 军武城寨 军武发生 军武城寨可能是难些 是吧 刘世良是否难些 我是听小城寨 军武发生 发生台 没什么特别交责 有技巧轰炸 炸了没得及 这条桥真是厉害的 是很准的 军武太简单了 哈哈 认识我哪个 大仙的朋友 差点说错了大仙的女朋友 不可能 大仙的仰慕对象 女神 军武太简单了 看看别人肯不肯 我又不勉强 B姐喜欢 我就不普通 俄佬会夹晚走到时有东西看 我想不敢 假的真的想 吃不完 逛街 都是 Nary好像post错了 post错了些什么 吃了大包 两公博广州人在深圳发展 可惜两个小朋友不懂广东话 因为学校环境没有广东话 多些youtube听广东话 post错了27号 是吗 不用错了 Hi Larry兄 大家好 是你 我是Joanne 消灭语言 文化清晰 我开始是 五头学生 哎呀 暗格的广东话 不是法定方言 不要理他 继续讲 广东人认识什么叫做国十家行 Kevin Penn 这昨天小朋友在家里 不是说出街 很难 做了爸爸妈妈 北韩炮灰何时到 到了 开始做泥工的行为 证据故事上集 哈哈哈哈 证据意思 我有空就把爱的故事上集 这首歌真的有无限的 改靓的 我看有没有改了 reached曲 我本来很喜欢听的 这首歌 广东人小孩子不懂广东话 主要是家库房长 他不受考 做了爸爸媽媽就明白了,是困難的 我想我女兒多說一些英文都困難 她太喜歡跟我講 中共開戰,不要在軍事不設施附近 住不住都危險 伯克魯帝未拿回,是肯定的 好,謝謝李傑,我也覺得沒有 貓沒到,馬德里叔早安給我 我兒子不懂普通話 教都不懂 好,多謝冰心 多謝冰心你的 你的Superchat 貓沒,是 來遲了不要緊的 今時今日廣風人比小孩 十分成功都是 沒辦法的,幾十年都是 下一個地點是ProVosk 這個地方要小心 好,嘩 嘩 好 好了,留言很多 我不是叫MISS來直播 沒有關係 軍武2Lary 軍武升旗表 軍武升旗表 當然不行了 軍武升旗二真的不行了 各位 香港議會 不說著,有機會再跟你說這些 未來跟台灣的軍武 Youtuber 可以 不過他可不可以說廣東話 或者我可以 我講廣東話 他講國語 他又明白我講廣東話 我又明白他國語 那就可以了 最多做一下字幕 如果他聽得懂廣東話 可以 你不要要我講國語 我不想 如果他聽得懂廣東話 可以合作嗎 明居正教授當然好 問題是明居正教授 怎麼會理會我 他是廣東人 他可以講廣東話 跟他聊天可以講廣東話 那就好 烏克蘭怎麼反攻這麼慢 你體諒一下烏克蘭真的很難 國家小 國家很多事情都不夠 是很難的 蔣介石時期不准說台語 好像是 軍武幾分鐘你就害怕 不要升旗了 真的撐不住我 軍武易得道 說這些不要 阿瑟做了軍武幾分鐘 軍武幾分鐘說了二十幾分鐘 加了二十幾分鐘 烏克蘭的島嶼越來越多 為什麼烏克蘭的反攻這麼保守 是的 保守是好事來的 其實C Jason謝謝你 謝謝你 和老徐試一下他最平和 啊 老徐好啊 老徐 不過怎麼找老徐呢 我試一下跟他 他有沒有可以聊一下 炮兵故事上集 知不知 每晚詐你十字不知 每晚詐到夢 我亦不知 我叫若玲大叔 你的改詞也不錯 我們應該給大家 每晚詐你十字不知 大家可以把首歌改一改 你二明開 哈哈哈哈 我真是太難 出錯了 用KaraoK唱一次 給大家看 如果版權沒有問題 OK 炮兵故事上集 下集就难很多了 下集真的 明居正我找到他,PM我 OK?明居正你找到他?PM你? 但我怎么PM你? Victor,你是否之前PM过我? 如果是,我可以先PM你 否则你可以先PM我,我再reply你 美帝和乌克兰的目标不同 不需要拖拖拉拉,当然是 881 好,不要说议会 哦,也是的 不太特别的 我试试跟他说 均好,均没有正能量,讲笑